习近平打出反腐败的幌子 或使官员政治效忠 否则就以贪腐的名义进行迫害 害得这些官员是跳河的跳河 撞火车的撞火车 反正一旦东窗事发 想一切办法把自己搞死 尽管这样做了 让很多官员战战兢兢鱼履薄冰 但也会让他们离心离德 逼上梁山成为反贼 这波一名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的官员 就逃出了中国 将中共海外绑架的黑幕攻之宇宙 以叛逃的特攻 今年39岁的Eric是化名 他说他在2023年叛逃到澳大利亚之前 以兴担任中国公安部特攻15年 作为一个特攻 他在一个名为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 也就是医局的部门工作 其任务就是渗透和追踪海外议议人士 他已经向澳大利亚情报机构 ASIO提供了数百份文件来证明他的身份 二 伸向海外的黑色 2023年4月 美国司法部以一起跨国镇压案 起诉了40名中国警察 其中一些人就离属于医局 也就是政治安全保卫局 美国检察官将医局描述为 中国的秘密警察 其任务包括镇压和审查政治意义 批评以及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潜在 威蝎 埃里克说他从2008年到2003年一直在依举工作 他的任务包括渗透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活动 并针对纽约活动家刘国侃等个人 流亡加拿大的艺术家华勇 现距澳大利亚的意见人士伊科 还有2017年流亡美国一直在自由亚洲电台工作的王立民 自2014年以来 习近平利用其反腐败运动的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 将超过1.2万名所谓的逃犯迁返中国 许多人是在当地政府不知情或未经其许可的情况下 通过秘密行动被遣返的 作为猎狐行动的一部分 2014年 两名中国警察秘密进入了澳大利亚 追捕并遣返一名墨尔本公交车司机 次连这个事被工资允重 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外交事件 中国政府承诺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2019年 中国官员再次来到澳大利亚 带着一名59岁的澳大利亚居民返回中国 上个月 保护卫士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 记录了280多起外国公民和居民被遣返回中国的案件 这些人被指称涉嫌经济犯罪 3. 变态辣椒的恶梦 王立民的笔名 就是变态辣椒 是一名画家 以画政治漫画之名 他也出现在公安部名单中的异议人士之一 埃里克透露 变态辣椒 曾是他绑架 为谁和警方监视的对象 他告诉王立民 王在2017年收到的东南亚工作面试邀请 实际是一个陷阱 他说如果变态辣椒去了面试 他会被强行绑架回中国 变态辣椒当时作为一名逃离中国的异议人士 在日本生活 他说我非常震惊 很害怕 如果我真的去了面试 我现在大概不会在这里了 我都不知道我还存在不存在 变态辣椒说 他曾认真的考虑过参加那场求职面试 但最终由于前往东南亚旅行的风险很高 所以放弃了 埃里克还透露 中国公安部曾试图利用以高速发展柬埔寨中资集团 太子集团来实施这一骗局 这是魏德成的阴谋 来使中国警方利用海外公司策划所谓工作陷阱 来抓捕海外异议人士的例子 变态辣椒现年51岁在中国大陆长大 2011年他唱到一轮一票改变中国的漫画 让他首次被中国警察找上了门 2014年在一次与妻子暑期旅行中 他发现自己被党媒人民日报贴上了汉奸的标签 随后几天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和网络商店都被关闭 所以他决定不再返回中国 2016年11月 变态辣椒在日本居住期间收到了一条推特的消息 来自一名叫小杨的粉丝 他赞扬变态辣椒的勇气 并建议他通过电子邮件双方进一步沟通 这个小杨其实就是艾尔克 他呀 中共提供了一套金边的公寓 并以太子房地产集团规划主管的身份来引诱变态辣椒 变态辣椒回忆说 我当时没有猜疑 我大概看了他的推特记录 看起来就像他说的 是那种在中国所谓有点民族价值观 不太喜欢共产党的人 接下来几个月 小杨向变态辣椒 寻求公司产品设计方面的帮助 后来又给他提供太子集团 全球创意总监的工作机会 在自由亚洲电台看到的一份电子邮件中 小杨将该公司描述为数一数二的地产集团 公司在慈善上十分的用心 变态辣椒的申请得到了太子集团能力资源经理的积极回应 该经理通过太子集团官方电子邮件邀请 变态辣椒前往简不在面试 但出于安全的考虑 变态辣椒放弃了 随后他获得太子集团台湾办公室面试的机会 变态辣椒回应说 我太太当时强烈反对 所以他最终拒绝了这个面试的机会 埃里克称太子集团的员工应该知道 他们被用作中国公安行动的一部分 这家公司跟中国秘密警察关系密切 他还说他们的大老板当然知道我是什么人 也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 2024年5月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来到了变态辣椒在美国的家 采访中记者安排他重新联系 并直接与已经叛逃到澳大利亚的小杨通电话 变态辣椒说 我非常震惊 小杨告诉我 他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与中国警察开会讨论的结果 他们为了这个行动 开了很多次会议 甚至还派出了一个特别小组去柬埔寨准备 Erik当时用于联系变态辣椒的推特和电子邮件都是在2016年10月 Erik开始于变态辣椒结束的前几周创建的 电子邮件的账户创建的IP地址显示它来自柬埔寨 研究中国安全行动专家表示 东南亚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海外绑架的重点 包括右部行动 近年来老挝 泰国 缅甸 越南等地发生了多起备受瞩目的异议人士被绑架案件 根据2005年叛逃到澳大利亚前中国外交官陈用林分析 这些东南亚国家因为地理位置靠近中国 并且与中国政治结盟而受到中国安全机构的青睐 与中国有联系的公司可以为安全机构的工作组提供办公楼和商业地产 作为安全技术研究中国安全机构的专家指出 异议人士特别是直接批评习近平的异议人士 往往是这类海外绑架的主要目标 以上是Erik在媒体中披露的事实 自然让变态辣椒王立民是大惊失受 其实中国海外绑架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闻 民族人士王炳章彭明都是中共将他们引诱到东南亚后 实时绑架然后押回中国受审的 彭明在出狱的前一天突然死亡 而王炳章至今被关押 还包括香港铜锣湾书商 卫民海等 所以说习近平政权的风雨飘摇 这类海外绑架事件会越来越多 甚至还会升级到暗杀事件 但它也表明中共政权 邪恶和脆弱 各位请想一个靠恐怖支撑的政权 还能熬多久了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结束了